比賽的季節 美國是分季節的 季節的第一個比賽 我就弄斷了一隻手 那時候就很不開心 但是幸好只有我的教練和我的隊友支持我 我的教練就很嚴格 他就沒有哄我 說不要不開心 不緊要 都會好回來 他反而反問我說 為什麼你一開始就要先放棄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開始 你可以慢慢好回來 之後你會趕得及去參加我們全美國的比賽 所以那時候我就咬著牙關 雖然要帶著一個防水的石膏 但是我每天照游泳 就不用左手 用右手和用腳 而且是苦練我的踢腳 最後也很戲劇性地在全美國最大的比賽之前的三天 就可以拆了一個石膏 亦都在比賽上很順利地有好成績 所以這個經歷對我來說 可以說是改變了我對運動的看法 因為不只是贏那麼簡單 其實那個過程你怎麼去花過每一個難關 才能站起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做運動的 這種惡力真是不說笑 每天早上都這麼喜歡 其實三鑼鐵人練得更辛苦 你要問一下 你照顧我 三鑼鐵人又怎樣 三個運動 不只游泳 不只是游泳那麼簡單 雖然我那個訓練 因為我比賽的距離和時間長過 才好位 可能因為這樣 我平時訓練的時間都不短 但是我就 可能 幸好我去一點點 不用十六年都四點幾起床 我只是在大學那三年就比較早點起床 之後其實我轉了全職運動員之後 其實都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時間 直到今時為止 其實當中一定有很多經歷 其實有些成功 或者有些失敗 或者是有些受傷的經歷 其實成功的經歷 當然是很開心 但是其實 說回一些失敗的經歷 其實在當中是學到更多的東西 因為譬如 我都好像蔡偉曾經受過傷 但是我就是 那些傷患就和它有一點點不同 它是一些短時間撞短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些 就比較耐力長時間一些 而造成的勞損 那我就曾經試過兩次 在我分別左腳和右腳的小腿頸骨 都試過勞損性骨折 也都是要休息幾個星期 甚至好像差不多兩個月三個月 才再重新練 在當中其實自己 真是很不開心 和很失望 因為在那段時期 自己是想 因為一心想拿好一些成績 所以反而是 可能是欲速之不達 太想練習 練得太多了 反而就告知自己受了傷 那在那段時期 就看到其他隊友不停地練習 自己就坐在那裡 好像動不了 就唯有做另類的訓練 譬如好像我游水 仍然可以游水 還有踩單車都可以 但是就完全跑不到 但是經過那次之後 我自己就一來比較幸 在體育學院裏面 有這個運動心理的支援 在當時的時候 運動心理的那個導師 他不停地輔導我 勸我可以 其實都仍然可以繼續比賽 之後可以回復這個比賽 而且我亦都有一些心理的訓練 來幫我 嘗試去盡快回復 那個身體 那個裂骨的情況 所以之後自己呢 就經過這兩次的受傷之後 其實自己是學會了 怎樣去預防 還有也都知道怎樣去 什麼時候是真的需要訓練 太辛苦的時候 需要停 那其實是透過一些失敗 其實學到更多的事情 那有時候可能在一些成功的例子之後 自己可能會很開心 那當然是好 但是也都要在這個開心之後 也都是要重新收索心 來準備下一個比賽 那其實你們三位呢 現在很成功 那其實當中這麼多年來 應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監獄訓練 16年了 那在這麼長的時間裏面 你們家人朋友 或者非運動員的朋友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說話 我支持你 或者不如出去玩吧 不要玩 不要練 那有沒有曾經受到這樣的誘惑呢 那你們家人又有沒有怎樣 支持你 或者甚至乎你不要做 那麼辛苦 出來找一份工作 好過啦 那這樣 有沒有曾經給你一些意見 令到你覺得很深刻的呢 我的朋友呢 全都是一支 所謂的事 所以他們都拿運動的 所以 就很好 當然他們會玩運動 如果有人去踢球 那種類型 但是他們沒有感到 對我國際的運動 當然支持我 我昨天很久 可能 有些事給我 他可能知道我要比賽 或者 甚至半月 沒有時間 去和我玩 他們也會體諒我 因為 連媽媽就 不如喝點滑水給我喝 這樣 嗯 那滑水真的很好 是啊 其實蘇柳的媽媽呢 很支持她 今天都在這裡捧場 哈哈 真的嗎 是 你呢 你家裡的朋友 其實朋友 朋友先生說 其實很多人就會有個誤解 就說 你做運動員 你都沒有時間 跟朋友去玩 你當然沒有什麼朋友 那其實呢 我可以說是相反的 我反而因為參加了運動 是更加多的朋友 因為不單止是說我的同學 甚至是認識多了一班的 和我一起游泳的隊友 和我出去外國比賽的時候 又認識了一些外國的朋友 那其實我中學那班朋友 他們是一點都不懂運動的 但是一直都很支持我 他知道我每一天 都要經過很辛苦的練習 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代表香港 就是代表香港之餘 也都有自己是 他們怎麼可以每一次都超越自己 就是這個信念 他們就 就是有一點都很佩服我 那所以 就算我們不能夠 整天一起去做一些 小孩活動都好 但是他們每一次 當我比賽 都會非常支持我的 那其實我畢業了 其實都要十年了 但是我一班朋友 我呢仍然都是我一生中 就是最好關係的那班朋友 就是不懂游泳那班的 反而是 就好像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 他們是組團有8個人 特意飛去北京那裏 特意撲飛 一年時間去撲了8張飛 就在我比賽的時候 替我打氣 而且在上年的東亞運動會 他們做了Banner 就是整個場最吵的那班 就是我的朋友 就是不停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其實做運動員 就是可以不單止說 認識到很多朋友 而且那個感情是會更加好 另外說家人呢 那我爹地媽媽 當然要真是很支持自己的子女 去花那麼多時間在運動那裏 那因為 真是很大付出 因為不單止說你 讀書的時候 可能真的 有時候要飛去外國比賽 還有 每一天那個 車程外來會 其實真的只有很少時間在我家裏 那我爹地媽媽呢 就採取一個政策 他們就 其實很關心我 但是他們 就用一種 不理我的 不理我的態度 無謂意志 是的 那就是 他們會讓我自己去選擇 我自己的路 讓我自己去跌低之後 自己去翻身 他們就不會碰完整條路 告訴我 好 你要到這間中學 到這間大學 跟著去找工作 他們不會讓我這樣做 他們會重開 這樣去幫助我 遇到什麼難關呢 有時候找他們意見 即是他們不會很主動地去畫 我才會怎樣 給我很大的自由度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對於我自己成長 爲什麽可以這麼誠熟 這麼自立 我都以為有 以後媽媽和爸爸 這麼好的教導 真的很難得 家裡給我這麼大自由度 你朋友支持你 我相信 在我運動場上 聽到朋友這樣 在那裡叫 真的很爽 是啊 還叫我那個花名 整個北京的人都知道我叫肌肉 那你試我呢 我都很幸運 其實自己的朋友 身邊的朋友 和家人都很支持我 雖然我都在 這麼多年以來 中學 或者大學 甚至之後的朋友 都不是太多時間 可以和他們聚會 但是其實我有時間 在香港 或者他們有聚會 都會遇到我 也會找我 或者發電郵給我 其實我都覺得他們 心目中都還不記得我 有時他們都會特地遇到我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少在香港 所以他們可能 有時會晚些 遇到我訓練員 或者等他們躺下班 才會一起做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支持我 至於我家人 也都是這麼多年以來 都一直都很支持我 尤其是我們這些比賽 即我三個人的比賽 通常都很早的 甚至六點鐘開賽 在大埔 就像在大埔的大美督那裡 那我家人也很早 就坐的士在元朗 來到大埔 來看我比賽 謝謝大家